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在陕西南高县的大山里 在一条河边 那么在我河对面的这个悬崖峭壁的半崖之上呢 发现竟然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在那里啊 那个地方呢非常的险峻 那咱们用无人机整个四周观察了一下呢 发现去他们家的路好像就是从这个河对岸这个林子里 有一条小道呢上去 最后人家居住的位置呢非常的特别 就在这个半崖之上 他们居住的前后左右都是崖壁 而且前方呢是这条河流隔断啊 出行非常的不方便 我很好奇啊 什么样的人家会居住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上 那今天呢咱们就从这里汤过河过去呢探访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河流呢非常的漂亮啊 整个河水清澈见底 上游下游呢我们都看到有人在钓鱼 那我们现在是要从这里走过去 从这个两个崖壁之间的这一片林子上去呢 就能到达这个位置 这个水呢大概要没过膝盖 所以咱们要把裤子脱掉 现在呢我已经走在了这个河的中间 裤子脱掉了啊 我呢是汇水的 对于山里的情况呢也比较了解 如果你不会水的话这样的水不建议随便下啊 咱们农村呢有句蛊惑啊 欺山不起水这个水过不去你就过不去 这个山再大咱们都能绕过去 所以在这个河边呢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不管是下河洗澡也好过河也好都要特别的小心啊 大家可以看看我猜测的确实是没错啊 就是过河来之后这里有一条小道 往这个崖壁上走 走上去呢就是那户人家居住的地方 不算高啊 这里上去大概是100多米的一个高度啊 应该走不了一会儿吧 就能走到 本想跟大家吟诗一首 奈何没文化呀 只能一季三川秀丽 景色一刃 空气清新 鸟语花香啊 这儿还人工做了一些石坎 这个难道是以前饮水的水井吗 还真的是水井 应该是他们的老前辈啊 用的水井 这里有水源 哎呦看着挺近 我都转了七八个这一只型呢 还在这个半山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横来横去的这种石坎 那么也是住在上边这一户人家 他们来栖的这个石坎 那这一个弯槽里面为什么会保住这么多土 长了这么多大树呢 其实也跟他们这个工程有关啊 他用石坎把这个土保住呢 有水流往下冲刷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那么狠啊 他多少呢 会保住一些 大家别看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啊 这还有好多的这个老茶树 看看对面 那些山上也住有人 那比这里就更难走了 没有两个小时爬不上去 这边比我们那边热多了 这里海拔只有四百多 看到他们种的地了 大家看这个地也非常的陡 这边种的南瓜 上面那些好像是种的黄豆吧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啊 这个土地都是非常陡的 而且每一块土地呢 都有垒这个石墙 可见这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啊 为了把这些土壤给保住 也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啊 这里种的龙珠还挺多的 有那个黄豆 南瓜 辣椒 蘸豆 什么西红柿 玉米 啥玩意都有 看看有没有主人在家呀 来到这一片桃源先进了啊 哎呀 也没有人在家呀 有人在家的嘞 哎呀 吃饭了吗 叔 吃饭了没有啊 下面的 国后来的 走走走 你把裤子穿一下 咱们聊聊 送个东西给你 酒酒 酒 我不喝酒啊 送给你 我不喝酒啊 有客人来你可以喝吧 这个是小吃 要不得 没事没事 不喝酒啊 不喝酒吧 有客人要喝了吧 对 这个是小吃 你哪里吃啊 我有了 我有了 送给你 好呢 嘿嘿嘿嘿 算贵心了 城城 城 尔东城啊 这些土地都是你种的 这是种的芝麻 哦 上面是种的芝麻 整包裤不敢留有野猪 你这哪个斗都有野猪 他这光爬的他背上都在放啊 你们的啥东西整整不到 哈哈哈哈 你好大年纪咯 一会要没寻思了 你看起你年轻了 感觉六十岁差不多 他差个两八两年了 六十八了 嗯 混起来快 混起来快哈 嗯 现在是你个人住在这里 嗯 小孩去啊 小孩在外边去了 在外边哈 嗯 那有个女孩 两个男孩三个 你的老板呢 老板他 他在我们在一个地方上 在那安静万 你小学的啊 他一过来守着来的 我们也守着 他在班前的地方住 你在这里住 嗯 那我刚说没得地 哦 等于搬到那边去那边没得地的 没得地的人家还种着的呢 所以我这个天长东西就是不长包裹 不行他们刀 主要是秃太兜了 抛了又抛了 秃又抛又斗哈 嗯 他省不起他要刀 嗯 那种包裹就不行 嗯 你们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呀 我住了七八十年了啊 住了七八十年了啊 小孩他们在外边整的房子 他也不得回来整 嗯 他都是不让回来 他都是不让走那个楼 哈哈哈哈 太难走咯 嗯 你要出去的话走哪点呢 我住后头 坐这后头来一趟下 那后的水也不得 我过不了 这转一张都不行 转一卡都不得行了 嗯 现在可以过啥 现在还行过 要打是裤子 我打死了针了 哈哈哈 这个房子建了好多年了 嘿 九十年了比我都大 当时为了你要建的这个赶一格 一边门了 这后边就是赶一开 你还外边上门了 怕马上门了 意思就是修带子来乱 你要别人上来不到哈 上去不好走 哈哈哈 不好走 大家看这里就是悬崖峭壁 他要出去是走这里啊 走这里 比我来的那个地方还抖啊 嗯抖 我都过去走那么下去了 那么下去 走在那边好走 我里边是好走去了 哦 你也是走在那下开 走两个湖边没那么过去哈 嗯 我都过去了 我都过去了 太多了 这边的不好走 比我 比我哪个地方还不好走 还要抖去 还要抖去哈 这个 完全就是一个 悬崖峭壁边上 哎呀 他们这个农用具 很多啊 就是什么窝枪 抖枪的怎么这么多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 为餐料 现在没有喂了 没有喂了 好几点没喂了 哦 我吃了嘛 高了 我说不敢吃 你是给你的房子 摄崖楼太高了 我坐上爬 我有点老婆 我拿去的 哈哈哈 你这么爬 全都不怕呀 你爬个摄崖楼 我那时候在地下住在家 我爬下 走呀 在地下 走呀 别走 所以你别带来做 我不敢上 哈哈哈 这个后山 大家看看 全部是悬崖峭壁 这边也是一个 悬崖的石梁杠 他们那个房子就在这里 哈哈哈哈 那是 你有几兄弟 兄弟几个啊 他是我 有个在新疆 那要在新疆 哦哦 你改成一个 对你们家四兄弟以前都住这边 我都在这都出的时候 哦 然后出去了 现在都是你一个人在这里 哦 他们有鸟滑的跑出去 我们跑不动 哈哈哈哈 但是你在你那里大的 那可能也不能出来这边了 我为大人 水都少了 那么多用啊 我们老二他都干啥去了 他都高中的 高中放下的当书记 我都水都少了 搞不成了 哦老二的干啥当书记 嗯 他退休了 他退休还有五六千了 十几岁的跑出去的 哦 他不然在屋里干活 他跑出去的 哦 哈哈 我们跑不动啊 没得这样跑啊 你好久下山也吃啊 可能几天要跑一趟 几天跑一趟啊 嗯 因为比啊 一些比啊 一挖也那样 就地啊 北上来了嘛 走啦 水 嗯嗯嗯 在这个书这里待了一会儿啊 跟他聊了一阵 这个 他们这边属于陕西哈 跟咱们的这个方言呢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包括我说普通话呢 他也不大听得懂 现在呢 这里就是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啊 那这个陈大叔他们一家呢 在这个地方已经居住了超过百年的时间了 他爷爷辈呢 就搬到这里来的 他们这一辈呢 都有四兄弟啊 听他说呢 这个老二是十几岁就出去了 而且呢 当了书记 现在呢 已经是退休了 你别看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的 还出了人才对吧 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那种与世隔绝般的存在啊 我们开车路过下面呢 你不可能想到 这上面有人居住啊 因为你看不到的 我估计啊 他们的祖辈呢 也是在乱世的时候 跑到这个上边来居住的 以前那个年代啊 兵荒马乱 土匪横行 找到一处很难被发现 很难到达的地方居住呢 还是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保障啊 所以说我们很多 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人呢 也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啊 引到大山之中去的 不得不说呀 居住在这个悬崖上呢 确实是一手南宫的好地形 在古代呢 这样的地方可以聚敌于门外 在现在呢 这个地方堪称一个隐居家所 但是说实话啊 许多胆小的朋友啊 让你们在这里来住 你们恐怕也不敢 这个大叔他们呢 其实已经搬迁到街上了 他的老伴呢 住在街上啊 他自己呢 回来守住这一片大山 用他的话说呢 就是搬到街上住那个六层的楼啊 走路难的爬 回来呢 又守住了自己的土地 而这个地方居住着呢 又让他更加的踏实一些 也只有他们这个年代的人啊 对大山呢 才有一恋之情 恐怕下一代呢 已经没有人愿意 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了 朋友们 如果回到五十年前 给你这么一片漂亮的地方 让你在这儿安家落户的话 你愿不愿意呢 说着说着呢 咱们已经返回到了河边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朋友们说到这里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贵州深山的峡谷里 无人机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村庄 这个村庄的边上呢 还有一条河流 四周都是陡坡和悬崖峭壁 无人机飞进一看呀 发现这里的房屋呢 很多都废弃 但是好像还有一户呢 留守在这里 我们不仅好奇啊 环境这么漂亮的地方 村民为什么要搬走呢 今天咱们就下去一探究竟 这个路特别的陡啊 从这里下去 没有一个把小时下不去 关键是上来啊 上来可能要走更多的时间 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呢 我已经步行到了半山腰啊 看到没有 下边那儿呢 就是村子 河流呢 好像涨水了啊 都是昏的泥巴水 我们站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村庄真的非常的漂亮 几边的都是悬崖峭壁 他们出山的路呢 就是从我这里出山啊 这条路呢 也是以前这里村民们出山的唯一的通道 因为下边一涨水呢 你过河也过不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村庄的边上呢 就是大片的河沙吧 别提了 夏天在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太爽了 我都迫不及待 想下去看一看了 现在下去的时候呢 都还好 待会上来的时候 不冒几次大汗的话 我估计是上不来的啊 看看这些又抖又滑 他这个石头呢 又不是说做成梯子的 只是随便的摆了一下的这种石头啊 哎呦 这里有这么多的羊 我估计在下边 最后人家呢 也是留守在这里养羊的吧 终于到了 这个村庄我估计历史不短呀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庄啊 我们看到这里看到没有 还有以前非常古老的这种石房子 这边应该是一个载基地 看到吧 那边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烂木料 这里啊 以前是个载基地 有口水缸 所以这个下边以前居住的人 应该是不少的啊 这个村庄虽然是非常的美啊 但是现在的话 真的是废弃了 只有一家人都是留在这里养羊的 我们看这些周边的土地 看整个环境呢 也能看得出来 这边呢 以前绝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大村寨 这个载基地也非常的大 看到吗 这些石头 那里边的水缸 我们看到的房屋呢 可能有七八栋十栋 但实际上原先的房屋是不止的 你看这些石坎 里边很多呢 都是有房屋的 这一排就是羊羊的羊圈 不知道主人有没有在家啊 好像都没听到声音 可能不在家哟 这边是羊羊的 这边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但是 好大的这个羊味道啊 我看到这里有房子 我就下来说这个了吗 你们俩在这羊羊子哦 哦哦哦哦 羊了好多啊 有百八多个 有百八多个啊 我设计说这个味道都九大个味道 嗯 就当里面的家在的呀 嗯 其他的人呢 全部搬出去了哦 哎呀我都说我把我搬来弄了 哎呦 搬了就要搬 我们搬去 你搞去做一件事 我说 我们找一个人羊羊 就在中间了嘛 都等于这里这个村子 全部都搬在上面去了 哎 为了要搬上去 哎呦 他政府在这就计划的啊 在这就计划的 哎 在这就计划的 你们姓哪年呢 我哪个地方姓的 全部都姓的啊 哎 有好多家人哦 你怎么搞的呢 我搬去的它有二十八幅 二十八幅 嗯 我上次看到那些房子都全部拆了 全错过了 他管我这儿都 哎 哎 你们来这儿应该已经好多年了哈 我们来练了有这个地方出了 练了有这个地方出了 我们搞羊子就搞了七八年了 意思你们搬出来都已经七八年了 搬出来已经四二年了 四两过了 搬出来已经四两过了 一五年了 一五六年了 哦 其实以前在这儿住的很安逸 就在河边边了 你们你们什么都经常搬鱼 谁都以前来河边边 以前没有搬出来 因为就是四十了 那晚上草药 往安了 四十就有了 哈哈哈哈 那羊子有 几二五啊 谁都羊子有 啊 你们也把那个拆开了 意思 很少这边哈 哦 大家看这个村庄 以前像不像一个石头城 这个也是以前的宅基地 是吧 然后他们这个地形 你们看看 其实非常的不错 河水呢 是从上边下来 然后从这里流出去 相当于这个地方呢 是被围在这个中间的 然后他们二十几户人呢 就是居住在这里哈 看一看这里有很多的老物件 这个是石墨 墨细凉的 这个属于小墨啊 看一下 就这里呢 还有几栋房屋 我身后这些石坎上边的房屋呢 全部都已经推倒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河边 大家感受一下 这里的环境 村子呢就在这里啊 几步呢 就可以走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真的非常的漂亮 这边是崖壁 这边也是崖壁 然后水流隔断 四边都是崖壁 只有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陡坡 然后呢 他们出山呢 就从这里上去啊 你们就说这个地方美不美吧 今天非常的遗憾啊 没有带鱼竿 否则这个浑水鱼 我告诉你们 可以钓很多的黄辣钉 还有那个钢丘 我跟朋友们说啊 我们农村有句古话 叫做欺山不欺水 这个山呢 再怎么雄伟 其实你都可以翻过去 但是水里边啊 千万不要逞强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上边 沉寂的这个石砂呢 有这么高 而我站的位置呢 就这么矮 所以说河边涨洪水呢 它的这个力量 是非常的恐怖的 它可以把这些山上的 篱笆石头 全部给你带走 累积在河床之上 抬头仰望星空 想吃鱼的时候呢 就到河里边来搞几条 几边呢 都是崖壁 然后它们的村庄呢 就是居住在这里 而且下边呢 也有大面积的森林和土地 在远古时代的话 住在这种地方 就非常的安全 而且呢 生活也可以自给自主 想一想那种感觉呢 都非常的美妙啊 但是非常遗憾哦 这么漂亮的地方呢 即将要消失 等到下游的堤坝建起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可能就会蓄水 具体蓄多少呢 不知道 最少也得上百米吧 那这个村庄呢 就全部淹没在这个水底了 所以啊 我今天拍摄的视频呢 也许就是这个地方 最后的影像了 critical方式发展 responder 标准 中午 发展 那这种走 危险哦 快 sucker 不かな 扎